香啊 哎呀 这玩儿当时算完60万 我的妈呀 Hello大家好我是老高你好二车巴结 你们眼中的老实人 7万左右预算 又好玩又好开 而且比较省心 年限还不能超过10年的德系SUV 今天我给大家安排一台 老规矩咱们先从这台车的心脏开始说起 这台心脏买买 我讲了不下20秒了 还是那台N52的发动机 N52B25A 2.5直列6缸自然吸气218匹 523啊525啊530啊730啊早期的X5啊 还有这个底牌代号为E83的宝马X3 搭载的都是这台宝马明星发动机 这台发动机 这台发动机除了气门水盖容易漏油漏气 废气阀容易坏啊 这就是这个机油率这边容易漏油 其他地方还真没有什么地方漏油漏的严重的 然后这台发动机 然后这台发动机咱一带而过咱就不多讲了啊 这台E83 这台宝马X3啊 嗯 它的末期就是10年最后一批 这台就是10年末期最后一批的啊 25版本 25i的版本 就是2.5排量 它上面呢 还有一个3.0的排量 然后这台车车头我们之前验过了 其实很简单啊 你就看这个空间这么大 往下这么一瞅你就看大两了 你看见没 啥毛没有 没有动过 这边也是这么一瞅也瞅到了 啥也没有动过 然后呢 主要看这个位置 看见没 大灯的标签生产日期是 110年6月24日 咱再看一下这个啊 厂牌 2010年7月份 说明这个大灯没有换过 左侧的也是啊 一样同理 然后水箱框架也没有换过 然后看一下基盖 看见没 这就是有明显拧动过的痕迹 这个基盖喷过漆 而且是拆下来喷的 但再瞅一下这个 原厂标贴还在 这个基盖是原车的 没有换过 只不过是拆下来喷的 接下来做的漆 然后说到漆面啊 这台车全车二边漆 就是全车已经喷过漆了 宝马的开米式金 开米式银 还有这种纯银的颜色 它的漆喷起来 简直就是色差多到让人发指的地步 颜色非常非常不好调 所以说很多宝马 这种嘎糊的颜色 它二边漆 情况非常多 咱们再讲一讲内饰 这台车的内饰 简直就是老调炸了啊 和一系列 很早很早以前 03 0405的宝马 X5的内饰 基本上相同啊 包括这个方案盘 虽然10年之后做了改款 变成这种运动式的方案盘 但是咱还是可以看到 他这个岁月催人老 走一步少一步啊 但是呢 他竟然有座椅家 座椅记忆 他竟然有座椅记忆啊 这个我非常喜欢 因为像我这种贫困家庭 有这么一个座椅记忆 非常的实用 可以啊 三个人换的开 不用每次调座椅 只要按住他哎 就能记忆到你上次的 座椅调节的最佳位置 你看自己动 这功能非常实用啊 然后 后排空间 还算可以 坐在后边还行 但是 当下这种空间已经完全不够用了 啊 这一代车是头一批的宝马X3 它之后呢 是宝马的F25平台的 一直生产到了18年 18年之后 去年年初的时候 上市了新款国产的G3 G08 海外版本叫G鸟 啊 G08它就是国内专供 家常版本的车 空间要比这个大的很多 这台宝马X3 这台宝马X3 基本上就是 处于老掉牙的状态了 嗯 现在基本上就是 该漏的漏 该肾的肾 然后减震不行的不行 转向机 助力 不然 都已经到年限了 它从买到现在 基本上都没有换过 所以说 你七万来块钱 也可以买到 比较不错的 宝马SUV 但是呢 你一定要去挑选一台 整备过后的 你就像这台车 现在展示还没有整备 我们整备之后 售价应该是 就在不到8万 七万九千八 差二百块钱到8万 你如果不整备 你这台车你到手之后 你基本上就 需要一个为期半个月的维修 你自己去修和我们自己整备 完全是两个概念 我们自己整备 成本非常低 买配价各方面 价格都非常低 因为我们有自己的整备车减 如果是你自己去开这么一台车 老掉牙的车 去修理厂 你不被削个一捆两捆 你别想出来 你就像七万是盖 他漏油漏气 飞气阀漏气 这些毛病 他都得给你变油箱短下来 告诉你取核油或漏气 使劲使劲安排你这公司费 然后发动机简单单单换个油 然后读个码 又告诉你这 里边什么瓦德斯轮也不行了 又烧机油了 你看这个 这边也剩 那边也漏 都给你录一遍 录一遍基本上两捆三捆也进去 所以说买这种年限的车 我奉劝大家 要不你就便买 要买你就买一个板 这个车光好的 不是我推荐你去买这种车 而是真的有这种车 需求的那么一部分人 你就像我以前就特别喜欢 这种玩老宝马 让这些老宝马伤得透透的 但是我现在依然喜欢玩车 但是我现在改变思路了 玩老日系 啊 维修保养便宜 价儿 不贵 修起来 马上就能落地 往死开啊 啥问题没有 你就像这老宝马 一脚油门下去 你没准水管它就爆了 所以说且玩且珍惜 这种车 你没有那个实力 没有那个爱好 不要去碰 七八万块钱买包吗 是便宜 但是你要为它付出一个 惨痛的代价 然后会有人问了 为什么八戒你们会收这么一台车 啊去进行一个小说 这不是坑人吗 我们不是坑人 啥车都能卖 只看价到不到位 你喜不喜欢 买车这个东西就是 分人而异 你比如说 我跟我的朋友 我特别喜欢一个宝马 他特别喜欢一个灵智 他打破头让我买灵智 我可能买了之后 我天天开的就难受 要操控没操控 要动力没动力 然后反之我呢 我喜欢宝马 啊 无论他坏哪儿 漏哪儿 即使是他不保值也好 我买完之后 我就喜欢那种操控的感觉 我就喜欢那种动力澎湃的感觉 我推荐他他买了之后 他天天修这修那天天抱怨我 你说你这是什么破瓦 还是宝马是不是天天修 我一点都不省心 所以说每个人的需求他不一样 所以说每个人的观念他也不一样 你买啥你别劝人 你让人家自己买 包括自己也是 买车也是 你自己买的得劲 买的疏乎最重要 不要去听别人的 你就像 我认定的一件事我即使后悔 我也要去做很多这种 案例对不对 我虽说我书主的少 但是我这个道理还是讲得通的 我不知道你听没听 听没听明白 如果你没听明白 评论区下方咱俩唠聊聊人生 评论区下方咱俩聊聊人生 跟着八戒不迷路 如果喜欢我抓紧点关注 如果你再不点关注 你以后看不到这么有意思的视频了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我是老高你好 二车八戒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